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少网友都夸王涵的现场反应很快 控场很好 小编想说 涵哥的能力还需要去证明了 相比于王涵的控场 小编觉得旁边的几位男主持反应也是很赞的 下面小编再带大家来复盘一下现场 这个男变态冲上去是从王一博这边 所以是王一博 王涵 前锋先注意到这个人的 这个男变态跪地求婚 王一博先意识到不对 但是可能因为他比较小 觉得自己没什么话语权 看到这个人跪地以后 本能地动了动身体看了看 他决出来不对了 就开始cue工作人员 然后就是大家看到的王涵控场 握住这个人的手说喜欢 喜欢那就赶紧去下单 同时用眼睛去cue现场的工作人员 示意把这个人拉下去 而旁边的前锋也回头示意工作人员 意思就是快点过来帮忙 而这个时候在另一边的高天鹤 赶紧移动了位置 去帮忙控制男变态 而且工作人员上来以后 他帮忙把这个人拖下去 包天鹤好评了 不愧是东北人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而大张伟则用胳膊把迪丽热巴保护起来 后面的刘雨宁个子高高的 这两位一起把迪丽热巴保护起来 这个人下场的时候还想骚扰热巴 刘雨宁的高个子真的起了作用 所以说现场的男主持和男嘉宾真的反应很不错了 有控制的 有控场的 有帮忙的 有保护的 真的 幸好都是男主持 万一这一圈全部都是女主持的话 真不敢想会不会再发生刘雨菲那样的事情 刘雨菲被变态冲暴摔倒 一下子就看着很疼 还有任达华被刀捅 这样的事情还立立在目 希望加强安保吧 王涵的反应确实很快 上前一步握住了男子的手 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 作为湖南卫视的王牌主持人 王涵不仅反应速度快 而且还能巧妙化解尴尬 让恶作剧变成了迫不及待的购物狂 后续该名男子并没有放弃的意思 在在场前锋 王涵 刘雨宁等多人的帮助下 工作人员将该名男子带下场 为了避免下场途中再次突袭 在场的嘉宾一边盯着男子 一边护着迪丽热巴 粉丝纷纷点赞 处理问题的速度和方式真的如教科书般 这次突发事件 迷利热巴虽然情绪上很稳定 但是也明显受到了惊吓 在后续就出现了卡壳 天天兄弟前锋帮忙化解了尴尬 其实这种情况以前也是有发生 寒雪 刘雨菲等或因为周围没人或因为反应不及时 都受到过这样的惊吓 这些人怕不是粉丝 而是人格扭曲 作为人气很高的星星 王一博的道场也必定成为焦点 但是台上的王一博全程沉默无动于衷 俨然成为一面背景墙 很多网友就开始骂骂王一博不负责任 个头这么高 到了关键时刻一点忙都不帮 甚至还有些自称粉丝的人表示很心碎 难道还在坚守自己冷酷的人设 王一博沉默挨骂 一众评论压得王一博起不了身 但是你能看到关于王一博的细节吗 其实王一博就站在前锋旁边 王一博的位置很难冲到前方 更何况在这样的直播现场 很大的动作会引起粉丝的恐慌 因为在有人制止的情况下 王一博有必要扒开前锋冲上去吗 此外我们可以看王一博的细节 台上的王一博一直咳嗽 应该是身体不舒服 联想到王一博的工作量 这样的状态对于22岁的王一博来说 确实很不好 但是王一博还是坚持下去 当然 并没有吹捧王一博 只是大家应该善良一点 女性看待问题 王一博承诺确实没道理 但是也不能直接否定王一博 作为新人 王一博处理紧急问题的能力肯定不足 相较于汪涵这些前辈来说 王一博就是一个小孩 没遇到这种情况 估计王一博已经全程猛逼状态 据爆料称 遇向迪丽热巴求婚的男子 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 之前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但是并没有很在意 这一次直接当着直播间的面向迪丽热巴求婚 我觉得不是为了蹭热度就是有病 王涵的反应值得点赞 王一博沉默去挨骂 我认为这种情况下 为王一博应该不追不踩 当人处于猛逼状态下 往往会无动于中 这里的无动于中并不是不负责任 只是状态驱使 近日 蚂蚁森林预设能量榜公布榜单 上榜单的明星位由李小冉粉丝 王一博粉丝 李线粉丝 中国女足和奔跑吧 公益直视五小事 每一份力量都不可或缺 低水汇聚成河 窗和汇聚可成海 这是因为每一位粉丝的爱心浇灌 才能为荒漠种下一颗棵树苗 让他们茁壮成长 防风固沙 赶上环境 在世界环境日当天 中华儿词汇官方点名 表扬王一博粉丝公益 在过去的一年里 王一博粉丝公益领种下9506棵树 感谢每一位努力过的摩托姐姐 一起做爱心公益 未来一起加油 王一博粉丝公益一直在行动 他们为赴汤蹈火 结成为民的消放战士 送去自己所能的关怀 为留守儿童 还为工人送去温暖的善意 美 一封美一件虽然不多 但却是摩托姐姐们 来自内心深处的善意温柔 他们一直默默付出一个 又一个因为相同的温暖 而善良的出发点凝聚在一起 坚持不懈地做公益善事 他们不求什么 不张扬 不懈怠 只为心中的那么柔软 甚至傻乎乎地想着 心怀善意助力公益 你我同在 王一博的依旧带水火了 在此让人感觉这孩子也太可爱了 自从官宣了他将去 这就是街舞三 担当明星队长后 粉丝就开始期待了 舞台上跳舞的王一博一直很耀眼夺目 他的舞蹈充满了力量 总是让人忍不住的 跟着一起燃烧起来 近期帝王一博也确实一直很忙 除了陆志宗意外 新聚冰与火的开机 也意识着接下来的几个月中 王一博会一直拍戏 而近期王一博代言的产品也不少 几乎包含了衣饰助行 虽然王一博不是演员出身 但这些年的他却一直有在成长 虽不能说他演戏有多么多么优秀 但可以说他的每一个角色 都给人不同的感觉 不会让人跳戏 从《红孩儿》到迪小爷从《蓝忘机谢允》 他出演的角色不多 但他每一次都会带给观众的是他的成长 相信这次的陈景观 也会带给观众一个不一样的他 王一博这些年别的其实没有什么争议 但颜值这一块总是会被攻击的一个点 想来蓝忘机时也被抨击过颜值 就是他因为发型的原因 需要高高的竖法 且头套也要沾得特别牢固 这也就把他的眼睛掉了起来 从而显得他眼睛没有往常的大 对此还被 抨击过他古装不好看 眼睛小脸长之类的说辞 但在看过陈情令后 你会发现那里是有着别样的温柔 他的古装其实是帅的 看似冷漠的小狮子 其实内心有着他的柔软 轻声地说过 没有夸我知道 在从王一博的各种路透 为修图搞糊涂来看 王一博本人脸真的特别小 但是王一博容易脸不浮肿 在拍摄陈情令时 他就经常会脸肿 这也就导致看剧时 有时会发现韩光君的脸 真的大了一点之后又小了 王一博的颜值是属于那种耐看型的 但是看久了就会发现 王一博的颜值其实很高 从他各种赛车照中 也能看出赛车时的他 肯定不会化妆 甚至连底妆都不会有 纯粹的素颜状态 肌肤状态很好 且这孩子的素颜照一扎一 大把多看之后 会发现他素颜上节目 也是超级能打 而且相信很多喜欢 王一博的粉丝 看的也并不都是颜值 也不是因为颜值才喜欢他的 他的努力 他的坚持 他的为了喜欢的东西 拼搏向上的冲劲 以及他那份把喜欢做到极致 应该才是很多粉丝 喜欢他的点吧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